台中消防隊 特搜大隊的搜救犬 來長輩失蹤 跟山友失蹤的事件變多 所訓練出新的入境搜索救援措施 我們從106年開始 跟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 它是跟隨著七位樣本 就是人體散發出來的皮靴細胞 辨別出帶救者行走的區域跟方向 林水源強調 因為看到國外入境搜索成功案例 決定與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合作 訓練有入境搜索技能的狗狗 來找尋失蹤者 但訓練過程可不輕鬆 搜救犬聽著林寸員的指示 安靜坐下不動平穩 走過獨木橋 還有練習聞氣味找東西 譬如說我可能短距離 只是把東西放在罐子裡面 然後聞了之後去找那個東西 慢慢再把距離拉長拉長 基本上找到1000公尺以上 台中搜救犬隊說 要訓練一隻通過認證的狗狗不容易 目前隊內有7隻狗狗 兩隻已經完成 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認證 接下來還有一隻 是搜救犬正在訓練 未來疫情趨緩 再到德國完成檢驗考試 通過重重考驗讓全台唯一一個有訓練 入境搜索的消防搜救犬隊 可以來保護需要的民眾 華為新聞鈴聲讓一光台中報導